面对菩提祖师无懈可击的一击 接引佛祖已经做好圆祭的准备 但就在此时从西方传来一道流星半月展 将万象佛掌一击为二 随后直击菩提祖师而去 这一击恐怕整个三界也无人能躲 但菩提祖师弃定神贤的默念口诀 召唤来苍穹之剑与之相抵 就在这两招打得不相上下之时 双方竟各自收起神通 只因在这样打下去 凌山恐怕难以恢复原状 如此一来菩提祖师也看清了对面的真面目 果然是凌山的始祖西方二圣来也 却不料刚刚停守后 两人竟直接朝灵台方寸山的方向飞去 菩提祖师一眼便看出 两人想将战场转移至斜月三行动 于是用一招凌波金斗飞至他们前方 西方二圣见此说道 你这老道冒犯我凌山一事 就连红军老祖都知道了 今日无论如何 你和你的邪月三行动都要一起为此付出代价 这句话无疑再次触碰菩提祖师的逆临 因此只见菩提祖师二话不说 抬手一招混原金钟 突然一尊硕大的金钟出现在空中 紧接着菩提祖师浮沉一扫 金钟瞬间爆发出爆碎虎像 犀利的钟声如同一头白虎向两人扑去 西方二圣见此合力用一招无痕圣火 此火乃是世代不灭的神火 却没想到竟被蒙虎一下扑灭 菩提祖师见此准备一招灭掉他俩之时 无尽的星空中传了一道声音 我看是何人胆敢在这三界胡作非为 是不是没把我原始天尊放在眼中 说吧 空中出现十二品联台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直接将金钟摧毁 蒙虎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方二圣见此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是原始天尊亲自出手了